外包裝寫有龍飛鳳翔 祥龍宣銳 裡面則是裝有大紅洗氣色 內膽用的是304不鏽鋼的隨行保溫杯 最貼心的是每個杯子外面 都用雷射雕刻個人的名字 這是為了慶祝警察節 也由衷感謝警察人員在維護治安 和交通以及服務民眾的辛勞 瞬間警察局第三分局 基隆警友站第三辦事處主任的 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 特別執政警察局第三分局 所有警員以及內勤人員 總共159個左右 用雷射雕刻個人名字的隨行保溫杯 因為今年是龍年 我就特別執政 不是我啦 是我們第三分局第三辦事處 特別執政就是 就是有龍鳳的一個LOGO 每一個杯子都有印上 就是每一個人的個別的名字 因為想說這個杯子都一樣的話 你如果都沒有印名 我們要拿到的 尤其這個新冠病 最近好像聽說 好像有可能又會再次互發 所以大家好還是要小心一點 所以這個 我也代表第三辦事處 製政這個杯子就是保溫杯 也希望你們在喝水的時候 要想到說 我們第三分局第三辦事處 支持你們十幾年了 真的我們都是用一顆 滿滿的一個感恩心 感謝你們這些基層的警察同仁 對於我們這個地方的治安的一個維護 大家都知道 安居樂業真的是擺在第一位 如果說安居沒有的話不可能樂業 我想這個社會就會很紛亂 很紛亂的話 就沒有人敢住在這個城市 所以這個基層的警察 基層員警 所以我也很清楚 這個警察的重要性 因為這個是我們人民保母 這份貼心的警察節禮物 由警察局第三分局分局長代表收下 感謝副議長楊秀玉的貼心和愛心 這個很特別 這個保溫杯 我第一次看到這麼特別的龍鳳神香 既食用 龍鳳飛翔 那這個既美觀又實用 既美觀又實用 然後上面還有刻大家的名字 真的非常貼心 我們再次感謝 感謝那個副議長 這也是楊秀玉連續第十年 在警察節制政三分局 所有原警美人一件警察節禮物 向警察人員致敬的具體表現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副議長 我們也有出現 既然是 不